大家好 做凉拌洋葱的时候 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直接放盐 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洋葱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比饭店的还好吃 先把洋葱切成洋葱丝 然后用手抖散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加入白糖会让洋葱的口感更加的清甜 同时减少洋葱的辛辣味 抓拌均匀之后 把冰箱放洋葱里冷藏10分钟 接着切点青红椒丝 再切点蒜末 把香菜切成小段也放入盘中 好了 洋葱已经腌好了 加入清水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糖分 尽量用力把水分挤出来 然后放入盆中 然后放入刚切好的食材 再放入煮熟的木耳66里油炸花生米 再加入生抽和香醋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油泡辣子 用的拌凉菜真的非常的好吃 然后这样搂着拌 给它充分的拌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凉拌洋葱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